本月早些时候 三艘澳大利亚军舰 在穿越中国南部海域时 遭遇到来自中国军方的挑战 澳国防部证实 最近有三艘澳海军军舰 两艘护卫舰和一艘补给舰 分别从菲律宾与马来西亚港口 途经中国南部海域 前往越南湖至名市 这场对峙 巨星发生在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有超过46艘军舰参加的海上阅兵期间 因此备受各国关注 实际上 澳大利亚作为域外国家 早就喊出要追随美国 到中国周边搞航行活动的口号 现在他们真的来了 而且一次就是三艘军舰 分别是 皇家澳大利亚海军 FFH150安扎克号部位舰 FFH156图文8号部位舰 以及304成功号补给舰 这三艘澳大利亚海军舰 不但要搞航行活动 还要与该地区国家 比如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和新加坡等国家 进行联合演习 而且时间长达三个月 很明显 澳大利亚是来搞事的 满舰要冲到了美国狗腿子的角色 如果说在当下 在崛起卫颈之时 中国不得不对 世界强权美国忍让一二 那么对于美国的铁杆拥盾 和狗腿子澳大利亚来说 中国就没那么顾忌了 也正好 中国海军从4月初开始 击借南沙海域 准备进行大演习 而此时此刻 澳大利亚海军三艘军舰到来了 即便中国海军不理都不行了 于是乎 参演的中国海军 就要过位一下了 根据外媒强调的语言 什么澳方和中方的互动 是礼貌的 但也是强有力的来判断 似乎是中国占了上风 因此 澳大利亚国防部 必可不谈事情经过 为什么中国这次要强硬一队呢 这里面有几个原因 一是 正值中国海军 史无前例海上大阅兵 和大演习之际 澳大利亚军舰不看局势前来 中国必然不会让其阴谋 轻易得逞 二是 中国海军的集结 具有了空前的救战实力 即使是美军也要考虑再三 何况一支小小的澳大利亚编队 三是 说过来要搞航行活动 中国这次接机表明态度 不会置之不理 本心认为 看看澳大利亚海军 这次派出的军舰 就可以发现 他们和中国参加演习的军舰比 都很老旧了 FFH150安扎克号护卫舰 已经服役22年了 FFH156图文8号护卫舰 也有13年的一龄了 和中国海军新世界 下饺子般建造的 崭新驱逐舰相比 无论是配备的武器 还是建上电子设备性能和布置 均不可同日而喻 所以 尽管澳大利亚国防部还嘴硬 但是却没赚到任何便宜 正如新闻发言人所说 如果澳大利亚军舰 是从国际水道正常通过 中国海军绝对不会进行干扰 但如果有一条心 那就立当别论了